一群的行政官員 看是副秘書長答 還是園民會的常務副主委要答都可以 現在針對今天所提出來的草案 連續民族歷史正義 轉型正義委員會 你們現在規劃它的年度預算一年是多少錢 你要設立一個組織體嘛 那這個組織不是法律通過了以後 它會憑供引刑 一年規劃的預算多少錢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還沒有就預算的部分來做實際的具體處理 沒有任何的規劃 太離譜了吧 上次你們園民會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我問那個基金會一年的運作 人事費要多少錢 3000萬都講了出來 這麼重要 民族民族歷史正義跟轉型正義委員會 法案已經送到立法院來了 然後你竟然現在跟全體國人講說 一年的預算大概需要多少錢不知道 就是在開玩笑嗎 就是有信要推動嗎 那你們現在是什麼 法案過了以後它憑供就可以運行喔 多少人多少錢 到現在的答案是不知道 你們會不會太離譜啊 沒關係啦 行政院誰要代表回答都可以 我要求的是實質的答案啦 不要兩個人在那邊面面相去 沒有人知道答案 請說 是 跟委員報告喔 因為這個法案還沒有通過 所以呢 等到貴院的法案通過 不可能啦 才能具與編列預算 對嘛 程序是這樣 對嘛 但是我現在問你是預估需要多少錢嗎 今年的預算裡面沒有這個單位我知道 但是事實上你們接下來 即使用預備金去挪用的話 需要多少錢你必須要規劃啊 結果行政院今天到立法院來備詢 是 連你們打算用多少的預算 去處理這個委員會的運作都不知道 都沒有規劃 這在開什麼玩笑啊 這個我們是不是可以馬上請委員會處理 來 下一個 請那個總統府的說明一下 你們現在在總統府下面的原轉會 我了解 不管你們定位是一個任務編組 知情小組等等等等 實際上面一年運作的預算多少錢 總統府裡面的原轉會主要是會議的意思是項 一年106年度來看大概差不多75萬元 75萬元 對對對 紙編了75萬 對 那個是在我們的正式費用裡面去做運作的 好 就原轉會 現在總統府的原轉會嘛 你們的說法是 去執行原轉會 所講的事情 再到各個行政機關 這個我了解 2017年到2018年 原轉會 決議的事項 建議的事項 落實到各個行政機關 執行的總經費是多少錢 包委員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報告過了 總統府這個原轉會 只是一個政策質詢的平台 他不是一個指導機關 我們是提起主人意見 沒有關係啦 不管是政策質詢嘛 你諮詢建議的事項 下面要有人質詢 我現在問你2017年到2018年多少錢 不知道說不知道 這個都是交付給行政部門 這個沒有費用的問題啊 這沒有費用的問題 好 來 來來來 請局長你自己來看 這個是你們原轉會 自己的會議紀錄 2017年到2018年 預算分擔概況 然後原民會教育部文化部 林務局國使館交通部 上面推動都有寫啊 那你今天來跟立法院說沒有費用的問題 今天你做為一個副執行秘書 你們自己原轉會裡面怎麼運作的 出過哪些書面資料 預算怎麼分配 你突然都不知道 你敢在國會跟大家講說沒有預算分配的問題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你們原轉會偽在電照的資料嗎 好 委員 原轉會所有委員的提案 告目前為總會189案 所有可以做的不能做的 這個都要行政部門去評估 這個我了解嘛 所以我問你嘛 2017年到2018年 交由各個行政機關 預算分攤多少錢 知不知道 這我們不清楚 你作為一個副執行秘書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 來請 原民會 2017到2018 為了支援 整個原轉會的預算 預算分擔多少錢 只有原民會的部分 你們知不知道 總管府的部分剛剛你說了嗎 新台幣65萬元 75萬元 這個數字真的令人非常震驚 來 原民會多少錢 是 跟委員報告 在總統委員總會裡面 有設五個工作小組 這個我都知道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不要講廢話好不好 是 那預算的部分 分攤總計總共有2857萬 2857萬 原民會多少錢 原民會有1076萬 1076 對 這些數字 你都要公開透明 你都要公開透明 讓所有關心原民 轉型正義的朋友知道嘛 讓他們知道 我們政府花了多少預算 用了多少力氣 在做這些事情嘛 不是一天到晚在講空話 我們很重視 我們都會積極的推動 立法院要監督你們 就實際上面看你們做了什麼事 花了多少錢 有多少人嘛 今天提法案到立法院來 結果這個主機體未來運作 一年要多少錢 整個行政部門沒有人知道 開什麼玩笑啊 來 我再繼續往下看 原民會2018年 我現在針對原民會的部分 法律輔助 2018年預算編多少錢 你是副主委 請你不要跟我說你不知道 多少錢 原民會後面有任何同仁 上來幫副主委 2018年法律輔助預算編多少錢 大概有4000多萬 大概有4000多萬 2019年編多少錢 預算有增加 對 案件 來來來 這個是你們的預算書 是 後面有原民會的同仁來嗎 有 來幫副主委 從這個預算書裡面 把法律輔助的預算編在哪裡 把它折起來 現在馬上來折 剛剛副主委說 3000多萬也好 4000多萬也好 我都尊重 不用在哪一頁 現在馬上折出來給大家看 好來 我上次問過你們主委 非常誇張的事情 就是 所有的法律輔助 給勞工的 給身心障礙的朋友 全部都有資歷的限制 只有原民的沒有 我上次問他 東散西朵 不敢回答問題 立法委員去申請法律輔助 那個殺害官感奪差 然後最後主席問他 主席還才是喔 叫他回去處理 結果他說 好 我們都有滾動式進行檢討 來請問現在檢討的進度如何 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我們社福祖也針對這個部分 也在處理中 對阿什麼時候會有結論 我上次質詢在處理中 今天質詢也還在處理中 這麼基本的問題 請問是要處理多久 處理到你們下台嗎 什麼時候會有結論 因為那個是一個補助的 輔助要點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會很快 對嘛 你們說很快 我上次跟主委講阿 法復基金會過去這幾年 每年都跟你們建議 說錢不能這樣子花啦 錢不能這樣子花啦 讓你們去訂阿 結果 你今天跟大家講說 這只是個輔助要點 要潛討很快 奇怪了 那過去這兩年多 請問你們在幹什麼 在睡覺嗎 今天你告訴大家 總統府也好 75萬 然後整個行政部門加起來 做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 兩千多萬 你光法律輔助 來你看一下 你們2018年 2017年 就花了五千多萬 這樣子的預算分配 副主委 你覺得妥適嗎 跟整個原民轉型正義有關係的 加起來花不到三千萬 光法律輔助就花五千多萬 這樣的預算分配妥適嗎 來請副主委回答 是 謝謝委員 那針對本案的部分 我們也正在檢討中 對嘛 哇 拜託喔 你們坐在這邊 除了說還在研議 還在檢討以外 能不能回答一點實質的東西啊 這樣子的預算分配妥適嗎 可以請你回答問題嗎 不妥適就說不妥適 很妥適就說很妥適嘛 請回答 這個部分謝謝委員 我們會檢討 要檢討是什麼 那到底是妥適還是不妥適 連一個基本的態度都不敢講喔 蛤 妥適嗎 妥不妥適 不敢表達意見 怎麼連一個基本的擔當都沒有 這種問題都不敢回答 那你來委員會被懸要幹嘛 好來第二個部分 預算書 法服的預算編在哪裡 找到沒有 找到沒有 這個預算書請問是你們編的嗎 對嗎 是你們編的 所以你應該對這個預算書很熟啊 那編在哪裡 請告訴大家 我不要為難你啦 我白話文跟你講啦 因為從你的反應 我知道你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你們原住民族法律輔助的預算 根本沒有編在這裡 但毛錢都沒有編在這裡 為什麼沒有編在這裡 你們是拿公益彩券 你們分配的補助款去做的 是是公益彩券 對吧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編在預算書裡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過去幾年 你們每年從公益彩券分配的預算 錢都不夠 拿來填補你們這個沒有任何資歷限制的 原住民族法律輔助 但是你們用其他的公益預算把它挪進去了 當我在看這本預算書 我看今年的 看去年的 看前年的 我完全找不到法律輔助的預算的時候 我在想天啊 原民會這麼聰明啊 這樣子花錢啊 立法院完全監督不到 連這個預算都沒有編在預算書裡面 高益彩券補助的錢 這不是納稅人的錢嗎 為什麼可以不編在這裡面 每年前都不夠 從公益預算摩 我們立法院也看不出來 請問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可以這樣子做嗎 來請副主委表示意見 可以這樣做嗎 這樣做對嗎 請說明 包括因為公益彩券它的目的也是要協助 有關就 我了解啊 對啊 那些公益彩券的錢喔 全部花在原民身上 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我覺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們在立法機關監督的時候 我難道不應該監督你錢怎麼花的 今天當我聽到 你們整個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總統府花了75萬 整個行政院加起來花了2000多萬 結果法律輔助 光法律輔助就搞了5000多萬 然後沒有資歷的限制 那是怎麼樣 是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不需要花這麼多錢 還是法律輔助錢太多 不用編在預算書裡 大家都不用監督 沒有辦法監督 你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 然後錢不夠 從公務預算挪 立法機關完全不知道 可以這樣做嗎 來請 游民會 是不是針對這件事情 事後能夠提一個書面的檢討報告給我 一個禮拜之內交出來 好 謝謝 那我也拜託一下主席齁 是不是才示一下 以後請主管機關 派人來備詢的時候 找一個 能夠說明實際狀況的人 找一個什麼都沒有辦法回答的人 坐在這邊 所以我會再去研究 我會再去檢討 我會再去研議 我連 我們會結窮 一樣 要等了 グッ